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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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误会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去的话我们都不是单独的 而且我没有私底下和女朋友去都是很多人一起去的 那也不能去请女餐厅 你也不能半夜背着我打电话 而且一打就一个多小时 你什么意思啊 都是被你逼的 我平时跟你说话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我教过你那么好 为什么你老是说我逼你呢 我都说我平时跟你说话 你说话很激动 我没法跟你说你知道吗 我只好等你睡着了之后 我才好好的打电话 而且我聊到工作上的事情 我没有聊其他的什么感情 那你为什么亲狗跟我说你喜欢他 对啊 你还说了 你喜欢他 不是 你是复读 你是复读鸡吗 而且 而且人在那种情况下的直觉 不是 而且那是直觉 我问一下 不是 而且那是直觉 我们不说了啊 我问你 直觉你说说你喜欢他 你为什么要说你喜欢王芳 因为我都是被他逼的嘛 因为我自己不 你也不愿意说喜欢他 而且 而且 而且还更口气的是 我给他打电话 他既然这里 这里的小名字怎么解释嘛 我之前我跟他像他解释了很多次 我说没关系 而且我一说他很激动 知道吗 所以他跟我 他跟我说的这事 我正好说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你面色苍白 要不要喝口水 他真的嘴唇发白了 喝口水好吗 来来 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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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啊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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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更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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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喝口水啊 他满头的汗 解释不清楚了 一个人对两个人解释不清楚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 你跟他真的没关系 你就没必要唏嘘 心虚啊 一个说 一个复读机 就没法聊 我跟你聊 我跟你聊 我跟你聊啊 你们稍安勿造 稍安勿造 先平稳一下 你为什么要说你喜欢他 是一时的气话 还是真的有喜欢 没有 没有 我跟他只是普通客户关系 那小美为什么说亲口看见你跟他两个人动作亲密 看起来像情女 你看见了吗 你有什么证据啊 你 你看见了吗 你有什么证据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小美给我那么熟啊 你让我来问吧 你对王芳没有一点意思 是吧 对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王芳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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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普通客户关系对 你信吗 我不信 所以 所以你发生那么多事情 又是 但没有一件有种 又是情侣餐厅 又背着我半夜打电话 主持人 你看看他就是这样了 虎脚蛮惨 蛮不讲道理 你现在还说吗 真的 我没没没 他无语了 知道吗 他经常这样的怀疑我 他主持人这样说 你还你还这样 你要主持人自己说 你要看他 那你也不能说 亲口跟我说你喜欢他 我都是说的 我是被你逼的 知道吗 我跟你说 你要好好听 我解释过吗 我一说你情绪非常非常激动 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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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这来 你站这来 你想怎样 要么就给我一个解释 让我信 刚开始就说了 80%肯定他跟他有关系 那就是说 你认为你合理的解释是他站在这 老老实实向你低头认错 对不起 我跟王芳真的有关系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主持人 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吗 要不要这样 是不是需要这样 那你需要 那你要怎样吗 但是他一直在回避我 他不回避了 你要怎样 我就问你 你今天把我给我说清楚 好 你要去把那个 你满足他一下 你就说我错了 我真的有关系 我错了 我真的有关系 好了吧 你开心了吧 你就让他来这样 你看又不行 这样也不行 不是 你看老是这样的 怀疑我都怀疑 你要每次你叫王芳出来 你把我说清楚 我们四个人一起 王芳我不知道有没有来 我们开开门试试看好不好 行不行 但你不准动粗啊 你对你的男朋友可以这样 但是你对别人无权 听见了没有 谁去开 我女朋友 我去开 对 你为什么总没有自己的主见呢 别人说一句 你马上就想到 是啊 你为什么可以说喜欢他呢 是啊 你怎么可以送香水给他呢 你为什么总来没有主见的呢 那本来就是这样呢 那所以说王芳其实今天来或不来 他说什么你都会信 你无条件支持王芳 对吗 我不知道 请问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我希望我女朋友回到我身边 就是王芳即便有什么 你也支持 即便有什么 我也希望他回到我身边 我都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咯 你好累啊 你这事还没解决呢 你都管到别人家下来了 你不要老是怂让别人行不行 我拿你怂了 好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不是你问的要吗 虽然我没有问题问你了 你无条件支持 我没有问题问你了 好吧 我们一起到处五个数 看看王芳会不会来到现在 五 四 三 二 一 起愿见 哎呀 转得还挺漂亮的嘛 不要乱想好不好 好 你要站哪儿 我站在边上 你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芳 今年21岁 好 你手上拿着的是 这瓶香水就是这个 我再看一下 可以可以 我是没有用过的 你今天为什么带着它来 我今天带着这个来 也主要是为了把这瓶香水 因为这瓶香水可能引发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我就是想乌归远竹 把这瓶香水还给他 你当初是什么情况下 他送你的这瓶香水 当初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合作伙伴 我在工作上帮助过他 然后后来他觉得就出于感谢吧 就再三送我瓶香水 后来我就接受了 再三送你就接受 那你这么 你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这瓶香水怎么随便了 你觉得异性之间 送瓶香水有什么可让大家 你就是不应该接 就算他再送你 你也不能接受 对 我觉得现在 我也是时候把这瓶香水不归原理 你现在还在帮他说话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在侮辱我吗 他说你的毛衣又翻了 知道吗 爱胡思想要又翻了 现在我把这瓶香水还给你也不是 我收下也不是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 才让你不生气 帮帮帮那你也不能收下 我觉得这瓶香水 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不能再把这瓶香水 我都是客户了 我真的不能拿下了 因为带给你们这么多误会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我这个你和我们的关系 你拿什么 我不拿 那这样吧 好吧 就不愿意要 换过两个 我也不会要的 师傅我现在变胖了 所以你嫌弃我了 他现在比我漂亮是吧 比我年轻是吧 我有说过吗 我有说 我有说 你看你还是跟他说没关系 你看你们两个刚刚多亲密 他刚怎么了 我就是不能忍受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男朋友之间 真的只是合作伙伴 我们也只是在 合作伙伴你半夜打电话 反正话是那天 刚好是不是 我们旅行社有一个顾客 好像有问题 在他们酒店住有问题 后来就紧急情况 我也是没办法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理解 就是比如说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交接问题 这个车票问题等等 都很有可能 而且为什么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一直在回避我 你为什么不可以 出来跟我见面 你如果说你能跟我 出来见面 我今天也不会这样 是我之前是很想 把这种问题跟你说清楚 可是每次一打电话 你都那么冲动 说我是破坏你男朋友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后来更难听的话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大家说出口 你现在当那边 是不是把所有的人 都推到我身上 我就是跟你说最后一遍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 今天全都好了 你干嘛呢 我说我这 金丽 能不做什么 能有点基本的素质和礼貌吗 我这叫做实事求是 你实事求是 如果没有发生那么多事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 那行 那我们都走 你一个人在这说可以吧 好不好行 你一个人说 来了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 你的女朋友这样说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想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至少 稍等一下 你想一想 我想问一下 她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喜欢 因为我自己可能 我承认我大女子主义一点点 可能我像我男朋友 会比较听我的话 那么今天她来到这个舞台 跟她来到这个舞台来 你能原谅她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我很难接受 我不知道 我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处于一个无语的状态 不知道说什么 那你还跟她在一起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接下来 我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我当初选择你是因为 你知道关心我爱护我 让我觉得很温暖 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你瞒着我 你怀疑我 你背着我跟陌生的人上舞台 方方我没有怀疑你 我真的太失望了 我没有怀疑你 你没有怀疑我 没有怀疑我 你来这儿是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脑子一发热耳的 耳根子一软 就听尽力的就来了 你现在不能把所有的 人家自己的事 人家自己的事 你再说话我请你下去 东欧我今天我跟你说清楚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也需要静一静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先分拍比较好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没有 方方我真的没有怀疑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觉得我今天说的已经够了 你不要 你看